第4季 的組裝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NC小燕 今天這部影片是要來跟各位講講 如何在我們全新的殭屍地圖火力基地Z中 解鎖全新的奇蹟武器 也就是這把全自動的光能部槍 RAI K-84 由於目前主彩蛋的解鎖官方還沒有開放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也就不會提到 那就等到之後解鎖了再說囉 好的 那麼首先你要做的就是開啟火力基地Z中的電源 那要開啟這個電源其實不算很難 因為這一代的殭屍都很貼心的 會把電源的啟動方式跟順序提示在地圖上 那這邊我就快速的跟各位講一下喔 首先一進到地圖就先去跟左手邊的大叔對話 對話完後他就會叫你去屋頂的傳送器 傳送到火力基地後就可以看到地圖上有三個星星 那這三個星星就是我們分別要去啟動的區域電源 到達該位置啟動以太反應爐之後 我們必須保護地圖上標示出的收集單位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的左手邊有著充能跟傷害兩個進度條 只要擊殺殭屍就可以為以太反應爐充能 但是殭屍不只會攻擊你也會攻擊那些收集單位喔 不過基本上就算你不管那些收集單位 只要一直殺殭屍 充滿的速度都會比傷害累積的速度還要快喔 那這個動作呢要做重複三次才可以完全打開電源 要完全打開電源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我們七級武器的製作啦 那首先呢你必須先到武器實驗室去拿圓形武器藍圖 他就直接掛在牆上非常的好找 拿到藍圖之後我們為了取得武器的部件 必須要找到這位叫做庫克雷的人的屍體 並透過從他身上找到的鑰匙來完成生物識別喔 那以解鎖武器實驗室裡鎖住的抽屜 那這個庫克雷的屍體就位於地圖邊烈火防線的戰車旁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就跟著影片內容跑就可以了 那拿到這個鑰匙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武器實驗室的電腦進行生物識別 電腦桌的抽屜就會自動解鎖 並且拿到真正的鑰匙 那我們拿到的這把鑰匙 則是位於軍營中那些置物櫃的解鎖鑰匙 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嘗試把這些置物櫃打開 而且打開某些置物櫃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一些吼叫聲喔 聽起來大概像是這樣 那聽到吼叫聲就代表你附近已經有一隻觸手怪在生喔 透過擊殺這些觸手怪就有機會掉落 組裝奇蹟武器所需的槍管配件 就是這個看起來很像XX的東西 那下一個我們要拿的配件 則必須回到武器實驗室的電腦旁 與電腦互動之後你就會看到電腦上的圓圈開始有變化 那這個其實是在告訴我們隱藏奇蹟武器配件的密碼 顯示的位置則是非標把的相對位置 那雖然其實也可以再講的更詳細一點 不過其實這個只要記住指針停下的大致位置跟黑白色就可以了 不太需要特別找一個非標把的對照表來看 當然如果你怕你記錯或是想求絕對不失誤 拍照並直接對照圖片還是最穩健的方法喔 那像影片中我的情況分別顯示的指針是 左下亮、左上暗跟右下暗 那換成非標把則是16、12跟2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一開始的村莊 找到這個斷手大叔後左轉 就可以看到牆上有一個非標把 然後我們再隨便找個武器根據剛剛得出的密碼 依序進行射擊 最後再朝靶心中央開一槍 若是輸入正確就可以看到非把中央緩緩的打開 並掉出一個儀態元素轉換器喔 那到此為止我們的奇蹟武器只剩下最後一個配件 那這個配件必須要等到15回合的洛克人再生之後才可以拿到喔 那這個時候呢你必須要對準他的洛克炮進行攻擊 只要成功把他的洛克炮打掉 他就會掉出一個未充能的能量電池喔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奇蹟武器的最後一個配件 只不過這個能量電池還需要花上兩回合的時間來充電 而我們則必須回到武器實驗室 把這一盒能量電池放到右手邊桌上的充電座裡面 然後安然無恙的度過兩個回合就可以得到已充能的能量電池 之後再去左邊的工作台將所有的配件組裝在一起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RAI-K84光能步槍喔 那這把奇蹟武器呢有著兩種射擊模式 一個就是像全自動的光能槍一樣射擊出非常強力且致命的光能子彈 第二個呢則是射出一顆能量炸彈 敵人在經過這個能量炸彈的範圍時會受到傷害並減速 不過這把武器最厲害的地方還是兩個開火模式的組合 有看過先前遊玩影片的各位應該也都看過了喔 在把能量炸彈射出去之後 若是我們在它消失之前用普通射擊模式持續的對炸彈進行射擊 這個炸彈在不斷吸收子彈的能量之後便會引發一個大型的爆炸 並對周遭的殭屍造成巨大的傷害 而且不像DIE RAI-K84是可以在改槍機進行改造升級的 所以威力還可以再進一步的提升 可以說是要拼高波速的玩家不可或缺的一項奇蹟武器喔 好啦那差不多到這邊喔 就是我們這次火力GDZ奇蹟武器的解鎖教學 那等到主彩蛋開放解鎖之後 小葉也會如期的去做解鎖 那到時候要是有時間會再拍一層教學影片給各位觀賞 如果你還希望看到更多更多的新資訊的話呢 不要忘了留下你的喜歡 並按下訂閱點想鈴鐺 讓小葉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的玩家知道這些新資喔 那我是小葉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掰掰 by bwd6 by bwd6